欢迎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讲AI的调教技巧 那么这节课和上节课相对应 我们上节课是讲了如何去给AI赋予它一个身份 让它给我们更加精准的详细的结果 那么这节课我讲一个技巧 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身份 然后让JGP AI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份 来给出一个更恰当的回答 好,那我们下面进入到一个演示的环节 我问他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 比方说给我解释一下相对论 这个JGP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科普的工具 如果你是有小孩的我们的学员 在孩子问一些比较刁专的问题的时候 对吧,很多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心 当他去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你的知识储备不足以 给他一个非常精确的回答 那么通过AI的这种解释 可以帮你去给孩子更加的好的 这样一个科普 那么我们一会儿来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做一个基础版 就是让JGP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相对论 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解释的还是比较学术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学术的结果 我们要给自己假定一个身份 然后AI会结合你给自己假定的身份 给你一个更加确切的通俗的回答 我们比方说放立下姿态 好吧 我是一个小学生 刚才没看懂 请用我能理解的语言 重新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AI说什么呢 刚才说的 我们提到上一个 他把相对论分为狭义跟广义 来进行了一个比较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通过更简单的语言 让我们更好理解 对吧 所以我们给自己假定一个身份 假设说我是一个小学生 我没有看懂 请你用更加通俗的语言 来解释一下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真的是改变了他的这样叙述的方式 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 他是这样开头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他的开头并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增加了狭义跟广义之间的这个关联性 他说什么 广义相对论是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了引力和弯曲的时空 当然了 我们假定自己是个小学生 对不对 那我们假设自己是一个幼儿园的学生呢 他会不会更加通俗 我们来试一下 好不好 假如我是个幼儿园的学生 老师吧 我想向我的学生们解释相对论 请问我应该怎样解释会更通俗一懂 好 我们再来重启一个 没办法 因为服务器的话承载的这个防御量太大了 需要不断的你去刷新 同学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可能也会经常碰到卡掉或者掉线的问题 没有办法只能重新刷新哈 因为 真的是太火哈对吧 实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我假设我的身份是个幼儿园老师哈 看他用什么样的语气在和同学们解释 像这个是一门很难的科学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比喻 来向幼儿园的同学们解释一下 是一些可能有用的解释 还非常说的非常有情商 非常严谨的哈 话没有说满对吧 挺有智慧的 然后你看哈 他现在解释的 他现在解释的 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解释了 发现没有 他现在解释的是什么 第一时间是相对的 然后呢 通过简单的游戏去演示这一点 第二呢 光速是不变的 这都是相对论里面基础的一些原理哈 这个原理在刚才 第三是弯曲的时空 这些东西在刚才 他对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解释里面 其实没有体现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看到没有 我们要用 我们不断的给他复义身份 给我们自己假定身份 然后通过这样身份的设定 具体的要求 让AI变成你可以听得懂通俗的 可以应用的这样的回答和语言 好不好 这就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 有关AI调教的相关的技巧 再见 再见